女子公路旁失望 监控记录当晚情形 究竟是遭遇车祸 还是另有隐情 扩大追踪范围或意外线索 几声犬吠会给警方怎样的提示 300小时监控竹查 筛出模糊影像 特殊尾灯能否签出车主身份 他不是在这个位置 他在下面跟灯光很近 这个就距离灯光很远 基本上已经在车顶部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法治在线 今年的1月30日 也就是春节之后的大年初三 正是新春佳节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然而这一天对于贵阳市花溪区古历村的村民来说 却并非如此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 一位村民在村外发现了一名女子 面部朝下倒在了路边的沟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村民见状立即报了警 民警多知 受害人是在1月29号晚番后 准备到同村另一亲戚家串门 便自行从家中步行离开 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其他村民发现 如果说加农事故 肯定根据一般的情况说 加农事故一般的重大逃一二年 现场肯定有碎片 要有张农事故最起码的车辆的 这个附着物洒落 没有 由于受害人是倒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 警方根据现场受害人移体位置初步推断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讨厌案 然而警方在案发现场进行仔细的搜索之后 却并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线索 就只有一条化痕 当然这条化痕很新鲜 但是你从化痕上 你不能佐证跟这个交通事故 跟这个死就有关 无法直接找到有效线索 警方只得加大排查力度 这时民警发现 在事发地点对面 有一户人家屋檐下装有监控 执法人员立即向这户人家 请求通过调取监控视频进行排查 然而当民警看到监控画面的内容后 却大失所望 四十八号 你看到这 起来 三百也看不到 就看到这冲击 很棒 你看到东方通过 你看东方通过 但是看不清楚 你直接车醒 车也车 车快 每一靠近十八地点的监控 却没有排到事发现场 如此一来 警方甚至都无法确认 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 调查刚刚启动 难题就摆在了办人员的眼前 如果不是交通事故 受害人又是怎样倒在水沟里的呢 然而办人员却想到还有一个直接的证人可以为他们的办案指明方向 所以我们就转念通过尸检 对死者进行检验 查明他的死亡原因和他受损的部位 经过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的努力 很快一份详细的报告反馈给了办人员 颅脑损伤 全身多发骨折 双脚小腿骨折 尸检报告上这一系列的尸检信息 给办人员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线索 如果他自己摔下去的话 不可能有硬物将他撞击成颅泪出血 双腿小腿骨折 然后我们分析应该是一辆脚车 如果说是面包车或者货车 他不会直接造成两个小腿在同一个位置 然后进行锻炼 应该确认就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讨一案 为了寻找线索 警方已被害人离家 到第二天早上被村民发现为时间范围 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视频 希望能够找到可疑车辆 一直以来 办案人员都把监控视频的排查重点 放在了画面角落里的路面情况 其中一位办案民警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路面之外的亮点 他马上就跳起来的时候 我当时我感觉很惊讶 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看到路面上没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在我旁边 跳起来 拍我肩膀干嘛呀 他说你看你仔细看 这个窗户上面有个身影 原来在1月29号19点49分的监控画面里 当车辆还没有使用画面 车灯先照亮路面时 院子里门窗的玻璃上 正好映出了一个行人 正在自左向右行走光影 然而当车辆进入 并快速驶离监控画面之后 人影也随之消失了 人影消失之后 这个监控上面有一条 有一条在这个门口趴着的狗 突然飞弹了起来 也兴奋了起来 消失的人影 突然紧张起来的狗 警方随即推断 玻璃窗里这段模糊的光影 正式暗发现场 此外通过对监控视频 进行变速播放之后 办民警还发现 快要和行人发生撞击时 嫌疑车辆进行了制动减速 这时车辆尾部制动灯的位置 显得特别高 办民警随即通过监控画面 对车辆制动时 车灯位置进行了比对 一般的周围灯 它距离尾部很近 因为它是在货箱上面 从这个鞋照面过去的话 是很近的 能够看得到这个周围灯 在哪个位置 不会距离这么高 如果通过视线的话 应该是在尾辆上面一点点 这个车子为什么呢 能锁定在上面高位呢 因为这个三辆车车 它和车的顶部 你看它都有一个距离 它不是在这个位置 它在下面跟灯光很近 这个就距离灯光很远了 看到没 就基本上已经在车子顶部了 结合案发时间 和村子里道路 及监控探头分布情况 警方很快便在 另一路段的监控画面里 再次发现了这辆 有高位制动灯的轿车 虽然这段监控画面 还是没有能够拍到号牌 但是却让嫌疑车辆 另一个重要特征 给暴露了出来 这个里面有个圆形的标准 这个车标 是个圆形的 然后就拍错一款 标志肯定不是 标志没有圆形的 只有别克和阿充 然而这辆嫌疑车辆 仿佛有所察觉一般 当警方发现 车标特征之后 便无法在监控画面里 再次找到这辆车的身影 如果能够确定车型 办案人员便可以更容易地 找到这辆车的行动轨迹 那么这到底是一辆什么牌子的轿车呢 警方随即走访 当地多家汽车修理店 让修理店的技术员 帮助警方确定车型 在多家修理店技术员的帮助下 嫌疑车辆的车型 终于浮出了水面 随着车型的锁定 警方针对案情进展情况 重新进行研讨 在继续对监控图像 甄别的同时 将排查重点 从图像侦查 又调整到了 现场走访摸牌 在走访摸牌时 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家修理厂 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曾经有一辆 一汽大众CC轿车 到修理厂 对十分敏感的部位 进行了维修 我们到修理厂 我们掌握的情况 它修的是右侧 那右侧和我们事故现场 就非常稳和 车辆肯定是右侧受损 然后应该也是在 叶子板 或者车门 或者底盘 被挂插挂 有收损 原来案发后 警方第一时间 便根据实地勘查 得出 肇事车辆 是右侧车体 与受害人接触 导致事故发生的推断 而质量进入修理厂汽车 修车部位和车型 都十分敏感 于是警方通过修理厂 修理记录 很快掌握了车主信息 并对其跟踪调查 2月17号 发现车主吴某 正准备驱车离开村子时 警方果断出击 控制住吴某 并带回警局 对其审问 警方随后根据吴某的陈述 对案发当天 他驾驶车辆的行动轨迹 进行现场人证和监控画面的逐一印证 令警方诧异的是 他在案发当天 却根本没有驾车经过案发现场 我们通过旁证的调查 以及交通视频 能够排除事发时 他的车不可能在现场 这样我们才完全排除他的嫌疑 警方按照原有的办案思路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和区域 而这一次 真正的嫌疑车辆 终于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案发地点古丽村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孟观乡 村庄内部只干道路庞杂 但出入村庄的主干道路 只有一条 既然村庄内部 已经无法再找到线索 警方便确定了 下一步的办案思路 扩大搜索时间和范围 对案发前后三天 通过主干道路 进入村庄的敏感车辆 进行逐一排查 一辆在案发前后 三次进入卡口视频的大众CC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辆车在事故发生前 也就是1月28日 的卡口监控的照片 然后这辆车是完好无损的 但是在1月30日 我们再次调取该车的卡口照片时 该车在右侧引擎盖 接近挡风玻璃的位置 有很明显的 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凹痕 看到这个凹痕 办案民警立即兴奋起来 因为根据案发现场和死者 炉内出血的伤情鉴定 警方曾做出过 死者头部极有可能和肇事车辆 在右侧引擎盖发生碰撞的推断 然后我们就继续调取他的卡口监控 然后在1月31号的时候 这个凹痕就没有了 已经修复了 由于嫌疑车辆经过卡口监控时 监控视频清晰地拍摄到了车辆号牌 警方通过交换平台 很快便掌握了 嫌疑车辆的行动轨迹 和车主身份信息 通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了解到 王某驾车离开村子 正是舍尽求远 到离村50公里以外的 清镇室修理汽车 车主王某居然和被害人张某 是同村村民 这一系列线索让警方确定 王某就是肇事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 办民警即刻决定 摸牌王某的行动轨迹 刺激实施抓捕 然而王某家所在的古立村 并不具备抓捕条件 交流环境很复杂 可以说对我们来说 基本没有什么帮助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 虽然说只有一条主干道 通往村里面只有一条主干道 但是里面的道路 小道 都能通车 四通八达 你进去之后 从这个路口进 可以从另外一个路口出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进去之后 如果说你是外地人 到了这个地方 你可能还会迷路 三月四号 在经过前期准备和沟通之后 办人员通过王某母亲 将王某引至村外 将毫无防备的王某 押接上了警车 也许是认为了解道路情况 自认为案发后 对自己的罪行掩盖得天衣无防 上车后 王某对自己的罪行 矢口否认 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面前 王某最终向警方交代了自己 1月29号晚 肇事逃逸的犯罪事实 通过进一步询问 办人员了解到 事发当晚 犯罪嫌疑人王某 是在酒后驾车 虽然饮酒 但王某自以为 凭借对村中道路的熟悉 可以安全驾驶 然而村子里 公路灯光轿暗 视线不清 且王某驾车 车速过快 在经过事发路段 发现走在路边的张某时 早已逼之不及 从一个交通事故的案件 然后演变为 一个交通造势逃逸案件 这个是对两个家庭的破坏 一个实质家庭 资历破碎 然后他自己的家庭 也面临同样的悲剧 所以说在这里 就是说想告诫 我们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酒后千万不要驾驶机轮车 前不久在黑龙江 加木斯市连续出现 多起入室盗窃案件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失窃的家中都安装了防盗专用所 那么窃贼究竟是如何进入的呢 2017年5月10号 加木斯市公安局前进分局接到报案 七辖区内某小区发生了入室盗窃案件 被害人丢失大量财物 而在门窗完好的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又是以何种手段实施盗窃行为的呢 我们到现场以后呢 就发现这个锁信啊 里边有物体 技术院看的应该是 妻子开锁的那种妻子 一查看物品 发现那个衣柜里边的 7800元献金 还有一部分手是丢了 根据被害人反映 案发时间应该是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时间 所以警方就以这个时间段为准 在视频上筛查可疑人员 经过对案发当日 小区入口监控视频的排查 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逐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你看就是这个人 他当天呢 外边的气温有31度 他穿了一件很厚的外衣 戴了一个帽子 还戴了一个口罩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人的行为 穿着特别感觉特别异常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人 暂定为嫌疑人 对他开始进行追踪 在对这名男子的行踪进行调查时 警方在小区所有出入口的监控录像中 都没有发现他离开小区的画面 而由于监控视频存在盲点 也没有捕捉到他进入小区之前的行动轨迹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警方从视频中男子的小动作上 找到了新的线索 你看他走路的时候把帽子 从后边转到前面来 然后把衣服的拉锁拉上 长时间坐车会把衣服拉锁解开 下车的时候习惯就会把拉锁拉上 通过他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分析 他有可能是乘坐交通工具而来 为了证实这一判断 警方开始对男子出现路段的所有车辆 进行排查 终于在距离小区入口200多米以外的 一处视频监控中 有了新的发现 看画面中出现了一辆红色的轿车 在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一个人通过了这个路段 所以我们初步就判定为这个人 就是那个嫌疑人 他是从这辆红色轿车上下来的 案发后 红色轿车去了哪里 警方决定分别对案发前后红色轿车的行驶轨迹 进行调查 警方开始通过监控在周边路段 查找这辆可疑的红色车辆 在距离案发小区一公里左右的一处路段 之前的可疑男子和红色轿车 再一次同时出现了 通过调取沿途监控视频 警方确定了嫌疑车辆的牌照的归属地 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在掌握了这一重要信息后 警方开始围绕这辆红色轿车 展开下一步侦查 警方通过对汤园县周边视频的排查 并没有发现这辆黑L牌照的红色轿车 那么这辆车究竟去了哪里呢 我们在一栏的卡口 按照这个车行驶的时间 调取其他的一些车辆 同款车的车辆 突然发现这台车 这台车换了一副牌子 是撩逼的牌照 更换牌照的这一行为 明显是在躲避警方的侦查 也就是说红色轿车 应该是专门负责运送和接应嫌疑人的车辆 随后警方对嫌疑车辆继续追踪 发现这辆车用了一天的时间 经哈尔滨市的通河县 木兰县一直开到了滨县境内 根据滨县警方提供的线索 在5月11号上午 在当地某小区内 发生了一起技术开索盗窃案件 作案手法和之前 发生在加姆斯市区的案件十分相似 案发小区内的监控视频 也捕捉到了嫌疑人的影像 他丢了大量嫌疑和一个蓝色布兜 我们在视频中看到嫌疑人 拎着一个蓝色布兜 从这个单元出来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以为 通过更换车牌 变换交通工具的方式 可以躲避警方侦查 但没想到 所做的一切都被监控视频 记录了下来 至此警方也确定 两起案件是同一伙嫌疑人所为 他有这个躲避侦查的意思 当时他出门之后并没有乘坐 他那辆红色哈费路宝 他是乘坐那辆三轮车 看这个就是那个嫌疑人乘坐的那辆三轮车 然后这辆呢 就是那辆挂着撩币牌照的红色轿车 哈费路宝 我们看这两个车同时都靠边停车了 大家注意看这儿 这个大货车过去以后 看这个位置 看 一个拿着 好像是个蓝带 蓝色不带的一个男子 上了这辆红色的轿车 他是换车了是吧 对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 记录下了嫌疑人的视频 但是由于嫌疑人戴着帽子和口罩 警方无法确定其准确的身份 就在侦查工作再一次陷入瓶颈的时候 另外一组办案人员 在调查案发之前 嫌疑车辆行驶轨迹的过程中 找到了新的线索 他在这个小区的路口 接上了一名男子 但是这名男子呢 他的体貌特征 跟进入现场的这名男子的体貌特征 完全不相互 所以我们就判定 这个车里至少有三名嫌疑人 警方根据这名男子上车的时间 调取了小区内部的监控画面 在一单元门口 警方发现了这名男子 随后 警方通过对这一单元常驻人口 登记资料进行比对 得到了这名男子的准确身份 最后呢 确定了这个人呢 身份叫孙某 是刷案三世 极限线人 之后 警方开始对孙某的关系人进行排查 同时对嫌疑车辆之前几天的行驶轨迹 继续追踪 经过对市区内大量监控视频的筛查 侦察员终于在案发前一天早上 一处早餐店的监控中 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警方调取了饭店内的监控视频 并得到了三名嫌疑人 面部的清晰影像 看这一名走路 腿脚不太方便的人 就是刚才的那一名驾驶员 而这一名男子呢 就是从丹苑门里出来的那一名男子 所以我们怀疑这一名男子 应该就是进入盗窃现场的那名男子 与此同时 警方在对嫌疑人孙某的关系人 进行排查的过程中 也发现了关键性的线索 通过孙某 通过他的接触关系 关联这个嫌疑人 后来查出来的那个14年 孙某在极限线看守所羁押期间 有一个辽宁仓途的人 姓孙 这个人呢 也当时是因为盗窃手机 和加布斯的孙某 押在同一间市 这样呢 我们把仓途这个孙某 他的那个身份确认以后呢 调出照片 和我们视频侦察 照片一比对 是同一个人 在确定了其中两名重要嫌疑人的身份后 警方立即锁定嫌疑人行踪 并展开追捕行动 一直追踪 最后 在这张计划室 通过当地警方配合 将犯罪嫌疑 顺某抓获 与此同时 警方也分别在加布斯市和大连市 将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目前 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 相关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央视新闻 移动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